终于回到我大云南了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南丽江 好多人问你们陕西不是挺好的吗 你为什么要跑到云南定居 我来云南定居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云南的气候 这里四季如春 气候非常舒服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云南的美食 云南的美食真的非常多 也经常有朋友问我 我到云南该吃什么 云南有什么好吃的 那么就不得不提云南的野生菌了 野生菌可谓是云南人的最爱 很多云南人顶着见小人的风险 都要去吃它 那么在哪里可以吃到新鲜 正宗的野生菌呢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 这家店是云南本土连锁品牌 目前为止分店已经开了25家了 不在丽江的朋友 如果去昆明大理西双版纳 也可以尝到 不在云南的朋友 在上海成都这种大城市 也是有连锁店的 话不多说 带大家看看云南的野生菌 鸡纵菌 白葱菌 青头菌 剑手芯 白牛肝 黄牛肝 朋友们你们认识几种 来这吃饭 每桌都会配一个这样的计时器 时间不到 商家连筷子都会给你发 这个呢是为了安全 时间还没到 咱们先来尝一个牛肝菌焖饭 这一口下去满满的菌子的香味 还有蜡肉的香味 时间到了 可以开吃了 这种火锅一般都是 鲜喝汤 再品俊鲜 哇 真的是太鲜了 这家的野生菌 汤底用的是高原跑山机 和天然山泉水 配上16种优质野生菌 经过了4个小时熬制的 哇 这一口下去全身都暖和了 野生菌里富含氨基酸 维生素 还有各种矿物质 秋天正是吃野生菌的好时间 这一口下去 妥妥的养生滋骨 喝完汤咱们来尝一尝 云南的野生菌 看一下 哇 不一样的鲜味 不一样的口感 你吃过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云南人 冒着见小人的风险 都一定要吃野生菌 真的非常鲜美 酸菜高原小了牛 哇 这么牛肉也特别特别嫩 来这吃饭一定要配一盘 这家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你如果没有吃过正儿八点的野生菌火锅 我真的建议你 一定要来俊彩吃一次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来云南一定要来俊彩吃野生菌火锅 相信我 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你绝对不会再来俊彩吃野生菌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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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绝对不会再来俊彩吃野生菌火锅